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即是咪前,即是咪後,講了很多東西,即是北丹,北韓,北韓,很開心的地方 我也有興趣去,但我自己也有偶爾去禪修,即是我也有回到 我明白的,因為我試過是一日禪修,即是由九點坐到六點,其實很好 其實很好的,即是偶爾當作recept,不要說我自己,說北丹,其實很多人都有興趣去 但近幾年,好像太多人,你自己覺得有什麼想法,或者是有什麼好介紹 好像是你帶起的,北丹 也不敢說,是帶起,是獲獎的 比較是早去做這個地方 也很發誓地偶爾去做這個地方 即是不是刻意 不是我刻意去發掘這個國家 當時2005年,當時還打工 我們每年都一定有一個預算,有些目標要升 那時候我們是在做老窩和緬甸這兩個國家 那個年代,2005年,即是14年前 那時候基本上是沒有人搞的 對,老窩和緬甸 我們做了一段時間之後 Headquarter出了一個Lotus 不可以做 對,因為我們那時候沒有公司 就是一間很大的國際旅遊機構 它很注重Health and Safety 那就是老窩和緬甸 在當時的政局都不太穩定 所以Headquarter出了一個Lotus 就是Global所有的體系的旅行社 都要立刻停了這條線 那時候,OK,這麼多 然後,不可以做什麼 那會不會那個預算可以減 你說呢 你說呢 那就明白了 然後就打開地圖 看看左邊旁邊有什麼 然後,咦 有這樣的地方 在尼鶴爾 印度和西藏之間 的一個小小的國家 那時候原本是想搞石金 是的 反正有想要搞石金 但是找了之後 石金似乎有些問題 因為它在印度最北 然後跟近西藏 是的 又是 印度老套 邊境的問題 是的 有一點問題 我便想 那時候搞了有人報警 那時候又說不可以搞 那就死了 然後再找 它旁邊就是一個地方叫北丹 當時就 完全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那時候是梁朝偉 還沒聽 聽也沒聽過這個地方 然後就去搜尋 找資料 上網找 完全找不到中文版的資料 全部是英文的 去過什麼 Lonely Planet 去這些地方找 找完之後 就慢慢翻譯 然後 這個地方似乎 然後呢 就聯絡當地人 一個月 沒有人理會 嗯 嗯 寄了一個電郵去一個月 沒有人理會 正常 是的 完全沒有人理會 你想打電話去 想打電話去嗎 又找不到電話打電話 人家不會知道你是什麼 你會不會問 可不可以去你那裡 是的 很奇怪 然後 直至呢 是參加某一個旅遊展 看到 咦 有當地的旅遊局 什麼東西在那裡擺 就立刻 然後就被迫過去 說 我們已經弄了一些東西 又聯絡沒有人應 然後他就給我們一些聯絡 聯絡 亦都說了 香港有這樣的旅遊社 有興趣 來開發我們這個地方 因為 不單是旅遊業的開發 都不是很久 我想你有一個旅遊局 其實都可能很新 其實他想開發旅遊業 旅遊業 其實就是想的 但是 實在是 人的思想還是比較單純 是的 還有尤其是 開發了幾年之後 那 因為不單都 那個 驚訝不夠 其實每年想去的人很多 但是 因為 那個航空公司 只有一間 就是在2012年之前 只有一間航空公司飛 所以呢 他每天呢 是飛進去不單的機會 是很限制的 所以也都 是造成了一個錯覺謠傳 那些人就說 哎 不單每年限制5萬個遊 10萬遊 是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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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有些人可能在 另一個圖片 可能搭火車在內陸 不行 都不行 是不能進去的 只是只有飛機進去 他沒有鐵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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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變了 其實 外國有電視台訪問過 那個王 那個王說 我們沒有限制的 只不過 我們是很歡迎遊客 只不過沒有位 是的 你只有一個方法 所以其實他是很Smart 他不開放航空機 給其他航空公司 就是自己做 那麼 其實間接控制住 是的 其實間接控制住 到了2012年尾 才多一間Airline去飛 你也是在說兩間 因為它屬於高原 飛的是Airbus A319的模式 那隻機型呢 大概是坐118客 所以你獲得一條數 每天有幾多個機位 可以飛到負擔 就算你飛兩間航空公司 現在都是在說全年 是約10萬個遊客進去 但會不會在前期 其實有些 我其實不知道 會不會有些 可能當是學術 或者早期那些人是這樣 其實我想 將為旅遊是後期的 即我們是平民百姓 才會想的事情 其實會不會之前有另一些 即是認識去那裏 或者那些人去找的東西 是認識一些東西的 會佛教徒 會不會過來 會不會過來 其實按照我做的階段 05年開發的時間 因為現在公司是 其實它都屬於一些 比較Niche的市場 做一些比較Unique的產品 那些客戶 都是比較High End 是的 那時候我們做了這條線 立刻都已經可以開到團 一年可能開到兩、三團 也不會很大團 十多人 因為費用貴 那類是什麽客戶呢? 我也很興趣 他們想去看什麽呢? 那類的客戶會是什麽呢? 歐洲都去五次了 日本都去20次了 何事什麼鬼都去暈了 不單未聽過 OK 是的 那時段呢 這一類的客戶是偏多的 那類客戶 我們叫他做一些 experience 的traveler 他已經真的去為全世界各地 他是要找地方去 只要你有新的 我就對的了 OK 那接著到 梁朝偉劉嘉玲 幾年後 梁朝偉劉嘉玲結婚之後 多了人認識了 這個地方 多了人認識 就會多了些什麽呢? 慕名而去的 是 心大心勢 即是那時那些 enquiry 問的事情 都是 這個地方 怎麽呢? 下去住什麽的? 吃什麽的? 玩什麽的? 晚上能不能外出 是否全程被監視著 好像在韓國那樣 又說不可以自由行 怎麽怎麽怎麽 一大堆這些問題 又會不會有高山症 那麽怎樣呢?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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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零的 熬山反應呢 就 depends 就是你平日 在香港是運動員來的 做很多大運動的 你可能會達死一些 但是如果你一般 像我這種零運動的 絕對沒有運動 絕對沒有運動 是的 那麼你起碼呢 去到北丹呢 你不像去西藏 或者成都 你不會到處看到有紅景天賣 不會有氧氣瓶賣 是的 你起碼不會看到這些東西 你就已經沒有壓力了 是的 OK的 那麼 以你看看這十幾年 不單的轉變是怎樣的呢? 轉變是 好還是不好還是 花了成了 可以去就快點去了 我可以這麼說 其實真的 可以 好像Kerry的客人一樣 可以早點去的就盡快出發了 如果這個地方 你是在你的名單裡面的 就盡快去 因為其實我這十幾年看到它的變化 首先呢 不單最出名的就是 世上最快樂的角度 是不是? 它也有那些名字 其實它曾經是入過全球排第八 亞洲排第一 但是今年公佈的那個 list 它全球已經跌到六七十口 比起香港還要低四名 香港差五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引入了良業 以及引入了科技 嗯 就是某個程度 以及改了做議會制 變成民主國家 嗯 所以 有些人都在說 其實民主這一套 西方國家的思想 是不是套入每一個地方都對呢? 未必 嗯 以不單為例 其實 它2008年就大選 嗯 是的 那麼全民投票 現在變成了議會制的國家 嗯 但是其實呢 那些人民呢 都是聽過國王說的 是的 都是聽過國王說的 而 反過來就是 某些的國民 的feedback就是 很煩的 嗯 我們也是相信國王 為什麼要搞議會制 那些什麼議員啊什麼事情 還要出來拉票 來來敲門啊什麼事情 你整天賣出來敲門 是的 就是你阻止我的生活 就是你搞了這樣的事情之後 還阻止我們的生活 要想怎樣 誰反誰 是拔著我們 又要我們去投票 很煩的 就是以前不會有這些 這個又過來投他 那個又過來投他 然後 那些政策上所有的事情 又要資訊又要等等 他們覺得很煩的 嗯 反過來以前就是 國王說了事情 嗯 我們又相信國王 嗯 是的 為什麼要越來越變呢? 然後引入了旅遊業 引入了西方文明 嗯 那個是什麼呢? 咦?我那個呢? 是的 啊 這個東西 是的 手機 手機 我最初去崩安的時間 不要說這些智能手機 連最古董的那些 爺爺媽媽用的那些 打的電話都沒有的 都沒有的 是連IDD都沒有的 住酒店就說 你要打電話回香港嗎? 叫前台幫你駁線 你在那裡等 他駁好一條線之後 就讓你說了 他在說二十幾三十元一分鐘 是很昂貴的 整整一下就 2014年 我沒有記錯 大概不同的 就有WiFi 哦 是的 那麼 二支 三支 去年四支 嗯 其實看到國家在那裡變 嗯 嗯 這兩年 下去不丹 你在亭埔他的首都 或者帕羅這些比較大的城市 嗯 差不多你在街上看到的青年人 嗯 都機不離手 嗯 其實這些是惡習來的 是的 這個真的蠶食了他們的思想 而不丹人呢 怎麼說呢 以前是封閉的 一開放 那就很一波風了 嗯 他們現在的社交媒體 我想用得比我們香港人更厲害 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WeChat WhatsApp Line 是一個人 身上已經有這麼多 即是一時跟他聊 跟他想聯絡 你要哪一支 我有六七支 你想要哪一支 即是有些我們都可能 聽過我們用過 那些電視台 其實是不丹人的 不丹人的 嗯 這個地方很有趣 他們是1999年 即是20年前 才引入電視 1999年之前 不丹人是沒有電視的 為什麼我這樣問呢 其實如果他一向都有這種娛樂 那麼 他應該 如果有這種娛樂 其實他 他相對來說 例如說這些新的科技 他不會這麼一波瘋 反而 可能 因為以前一向都沒有 突然間有個 這麼好玩的東西 變了他 即是 有這樣看的 如果有電視 但你看看那些節目質素 都會有問題 是的 我可以說就是 電視第一是遲隱入 第二呢 不得人得電視台 那個電視台 真的是 很濕的 因為地方小 其實很多東西都有 那個什麼 好像香港的廣交所那些 他也有的 我記得介紹 阿彌那次做節目有說 有得賣股票 有的 不過你每天的成交量 在香港可能是萬分之一 是的 那些是萬分之一 甚至是十萬分之一 廣交手裡面 只有那三個電腦 兩個人就坐在那裡 只要多一下就在那裡按 簡單到你是不相信的 是的 而電視也是 那麼他裡面的節目 很多都是播什麼呢? 印度台 是的 因為印度是他的兄弟國 是的 當年不單獨立的時間出來 英國是印度幫他的 所以獨立之後 就簽了協議 是的 就永遠都要受印度的照顧 所以這些電視台的節目 全部都是印度的 是的 沒有什麼選擇 就是那個社交媒體一開了之後 那些人就很有風 因為你可以接觸不同的人 觸了世界 是的 尤其是做導遊那一班 你今天接的是香港人 明天接的是台灣人 後來接的是澳洲 接著是歐洲 那麼他在一個月裡面 他可能是connect 到六七個國家的人 是的 而他接收到的資訊 即是突然爆出來 因為你要投其所有 你都要了解別人的 你就學多了很多新的東西 以及就是 基建方面 基建其實就 你也有說他 他沒有鐵路沒有其他 現在去收穫 而他整個國家 唯一一條公路 就是由西邊 一直到東邊 這條公路就是2015年 整條路七百多公里 就恐塌了 重建 是的 因為他也是 糟糕了 他是找印度人幫他見 我真的從來沒見過有人這樣收路 是一次過把這七百多公里幫爛了 然後從頭到尾這樣去弄 你見到後面 我真的沒聽過 那條路上就停不下了 我2016年那一年下去的時間 2015年它開始了 我沒時間了 2015年下去的時間 就更早就覺得 哇 遷到那條路 以我這樣的噴位 都可以拋起的 你想想 那條路有多遷 OK了 2016、17、18、19 經過四年後 這七百多公里 整理了大半了 現在旅遊怎麼去到的地方 都OK的 嗯 他不懂得分斷 是的 即是 我聽到他講 化整圍 只有印度人的思維 才會這樣收路 我真的沒見過一條路 七百多公里全部弄爛了 然後從零開始 一直弄爛了 OK 不好意思 除了不單之外 我想聽一下你對北韓 有什麼 深度其中的一個過程 北韓 北韓我可以說 大家都被很多傳聞誤導了 我只可以說這件事 你剛回來的嗎 回來不久 回來幾個月 我四月的時候 就下去參加他的太陽節 是的 這個地方 我之前第一次去是十二十三年前 大概五十 那時候真的挺落後的 因為那時候剛剛大饑荒之後 食物真的沒什麼 沒那麼好吃 人民也很苦 因為沒有東西吃 即人民也沒有東西吃 是的 生活你看到是艱苦的 而當時也真的很有壓迫感 很有被監視的感覺 是的 你好像差不多是進入房間 自己睡在床上 都覺得好像有幾隻眼睛 有幾隻眼睛在看著你的 閉路電視拍著你 是的 我進入酒店的時候是四處摸的 摸一下有沒有鏡頭 對 你看到那裡的那裡 你不怕摸 反而會 看看鏡頭 人們看著你摸什麼 你摸什麼 有沒有一些古靈精華的東西 真的不是很舒服 那時候真的覺得不太舒服 那個氣氛 是的 但是今次下去 分別很大 嗯 首先就是 整個國家乾淨了很多 光猛了很多 是的 光猛了很多 光猛了很多 就是多了很多路燈 多了很多路燈 多了很多路燈 還有多了一些新的建築物 還有它的那些景點 打了燈 夜晚你會 這個景點就著燈射著 大同江上面有一艘游船 那艘游船就是 一些燈 什麼東西圍著 你看到有一塊發光的東西 很大隻 在大同江上面 在河上面 在游 這個很重要 另一個訊息 就是他們很想發展 旅遊業 是的 是的 科技拍什麼 如果你是早期不夠光 即不夠燈 不夠能源 那些 至少他現在 應該是很重要的 是的 看到的 他現在是很希望 拓展旅遊業 帶來那個外匯 因為今次下去 我兩位導遊 兩個導遊小姐 起碼比之前那些年輕很多 是的 有一個大學畢業生年 有一個剛剛大學畢業 都是讀旅遊系的 這個也是一個誤傳 就說 找兩個導遊去監視你們 一個是負責媽媽 一個是負責物 其實現在不是的 很開明 一個導遊 你是可以對他講笑的 即是寬容 是的 是寬容 即是講笑 我又喜歡玩 那個導遊被我哄他 天天就笑笑 眼淚都飆了 原來是女生 我們咪後講 你沒有說是男女 是的 講講英文 你可以選擇的 講廣東話 除了廣東話 沒有了 講國語 講英文 以及其他不同的語言 他告訴我 他們是超過十國語言 他們的導遊 你可以選擇的 俄語也可以 什麼都可以 日文都有 那我下去的時候 當地人問我 你需要什麼導遊 我就說 我用一個英文 一個講華語 是的 他給了各一我 是的 我下去之後 兩個都經驗一下 跟他們聊 是 他們都很明顯是開放了很多 但是當然 去到某些位 他們都會閘著的 明白 其實我覺得呢 去北韓是很簡單的 你要尊重對方 你要尊重他的國家 嗯 那麼其實 完全沒有事 是的 其實每一個國家 是的 其實去每一個地方都是 如果你去到一個地方 你是打算去搞事 是的 那麼你一定不會覺得好玩 也一定不會有好的結果 那麼只不過在北韓 那個結果就嚴重一點 是的 那麼你其實 譬如我也很直接去問那個導遊 聽聞美國那個學生怎樣怎樣怎樣 那些事情我們要說 是的 我自己還問他的 然後他說 帶你去 然後他說 不是啊 其實那些學生來我們北韓 真的很麻煩 尤其是那些學生 就是 挑機 是的 專門是挑機 專門是跟你唱相亂 你說什麼他就要這樣 是的 那是很煩的 而那個學生來到的時候 他做了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他幫助我們撕爛了一個北韓的VSA 哦 真的 是的 那你的簽證是代表了一個國家的 嗯 你這些行為 無論你在做的時間 你是什麼的心情或者什麼的心態都好 你在北韓你也是犯了一件大罪的 嗯 所以才要 你去哪個國家這樣做 是的 其實去哪個國家都會 只不過其他國家就 寬鬆一點點或者什麼的 因為我想 如果在新加坡 起碼都五藤 是嗎 是的 就不可以五藤 就是這樣簡單 人家定了規矩 而你明知 而固犯 嗯 所以我就會這樣看法 譬如問他 沒事 他真的 他都很認真地去回答我 嗯 至少他不會說 又捉了你不知哪裡 那些 為了灑你 想什麼 他沒有避忌 這個 我想他們會有一些應對的 現在可能比以前多很多 就是多了 可以 在大學 其實我不是第一天去問他 我都觀察了兩天 安全一點 是的 這些問題似乎是問得 似乎是問得的 因為其實都看得到 你是什麼態度 譬如我到的時候 我不會偷拍 嗯 我拍一張杯 我也問他 我拍一張杯 我拍一張杯 可以嗎 可以 然後整整一下 他看到我開口 都已經拍了 還沒說是拍什麼 他已經是拍了 那你說 不可以拍當地人民 不可以什麼 不可以什麼 全部都可以的 除了唯一真的 但是一切有關領導人 金日成 金正恩 金正恩 這三個人的事情 是的 你也要小心 那些銅像 什麼 即他不可以拍 可以拍 但是不可以亂來 譬如他有一個行程 寫給我 就是去那個 去那個 萬壽台那裡 是的 就測 那個金日成員 和今次日兩個 的銅像那個位 他寫了出來的 但是他加了一句 只有真誠 是敬愛這兩位領導人的人 才可以去 其實我不是很明白 即是初初我真的不是很明白 是的 為什麼這麼寫呢 那就是去還是不去呢 是的 然後下去之後我就明白了 嗯 導遊真的觀察了我幾天 嗯 因為我去一個景點叫做南浩 一個西海水閘 那個工程是一九七幾年的 是金日成 即是第一任 那個去建的 那個工程如果在一九七幾年 以他當時的科技 人力物力 能夠建立一個八公里長的水壩 用人手 嗯 簡直是世紀工程 嗯 那麼他有一段影片 播出了給你看 是怎麼建 那麼你 哇 都真的挺聰明 是可以這樣去建 沒有科技的情況 嗯 那麼我看完那段影片 我跟我的導遊說 對阿金 今天成紙席呢 爭不絕口 我聽說不要頂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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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也經過幾天觀察我 嗯 看到我不是那些搞事的 也都是 嗯 不要說是不是好像他們這麼尊敬 那幾位領導人 起碼我不是討厭他們 是 然後呢 到了最後那天 嗯 我就帶你去 哦 就是 就是他們會看 有報告 就是如果你是對他們的思想 或者那幾位領導人 你就不用管他了 然後他看到我可以了 那我就問我會不會買花 我可以買 是嗎 10元 10元 沒所謂 那 做事做全套 是 就獻完花之後就拍照 好你拍的 只不過呢 你就不要古靈精怪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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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跳起呀 蹲下呀 那些古靈精怪的姿勢 不行了 就是你正正經經 拍照就可以了 那衣著呢 古靈精怪之後 你那個衣著 原來穿著一些 剛剛你夏天穿著背心 哦 性感 我想就不會有人穿背心 在北韓玩的 是呀 都要尊重 他都要有少少的尊重 就是你 想著夏天穿著背心 做一條山褲 看看拖鞋 你就出不了那間酒店了 是呀 是呀 他們很怕有標語的 你知道 有些T叔 那些不行 那些不行 你印著標語 你除非罵特朗普 罵美國 你知道美國人有事 罵美國那些 都還可以給你穿 因為美國有時候 他未必說是很政治的 例如有些玩東西的 你知F什麼 不行的 不行的 你入北韓 市民壯壯 其實入北韓呢 有很多人都擔心 過一關 或者離開的人 或者怎樣怎樣怎樣 我進去的時間也有少少的 但是我已經知道 起碼可以帶iPhone、iPad這些進去 當然 一些政治色彩的影片 或者歌都不可以 就是可以檢查手機 AV那些全部都不行 最好你帶一部東西進去 是什麼都沒有的 我帶一部iPad進去 就全部東西都刪除了 只是留一些電影在那裡 那些電影呢 是港產片 大陸的片 OK 這些一定的問題 南韓變得不可以 一定不行 是的 南韓過的那些 K-pop 不好 是的 帶這些進去 也想 我預計的時間也比較寬鬆些 Land 我也約他遲些 就是我三點鐘Landing 我也約他四點半 我想過一段時間 你四點半才來照我 誰知道我三點半能夠出去 就是比你想像中 是的 完全 完全不同 以前是真的 慢慢去檢查這些東西 嗯 我過關的時候 過完那個Immigration 然後就過海關的行李 放在X-ray那裡照 相機 手機 和iPad 就放在那裡 過了去之後 因為我帶了那個 大根 那部新的 OSMOS小時候的那部去拍攝 嗯 手機 他拿起來看一看 接著iPad拿起來看一看 接著那個東西 拿起來 什麼來的? 沒有見過 什麼來的? 我告訴你 我來拍Movie 剛剛出的 他就舉起那支 說了一句韓文 我不知道他講什麼 當然 我自己覺得 你害不害怕? 也沒有說害不害怕 因為很快 是的 他舉起了一句什麼 但是讓我覺得那個意思 喂 有新的東西 大家看看 這是新的 是的 我覺得是那支 接著放在X-ray 全部沒有叫我開機 讓他看裡面有什麼 全部都沒有 反過來 書 他們是擠得比較緊 一旦行李一照 都會看到有書 所以我入境 我沒有帶書 出境的時候 我帶了很多書 因為在包含我買了很多書 是當地的 是的 他一放在行李裡面 他都不知道是什麼 總之照到裡面有很多書 他問我什麼書 全部都是街簿 是的 那些超夫街 Map 那些什麼 他都不會說 要開 讓他看一看 不需要 是的 喂 我們今節有過時 不過過時以前 我想問一下 你覺得南韓比較好吃 還是北韓比較好吃 北韓 北韓 北韓比較好吃 Unexpected 是否比較fresh 怎麼說 正宗一點 正宗一點 然後 南韓 因為我覺得 吃泥水都好一點 反而是 對 吃泥水都好一點 你在北韓 我吃了這麼多餐 都幾少是重複的 唯一就是那個冷麵 是的 他的平衡冷麵真的很好吃 南韓的 做一些 真的 北韓吃平衡 我也是去做了一次 是的 因為有些地方是可以給遊客去DIY 是的 我又去參加了一次 有些地方去玩 去看看怎麼做 那個人講解的時候 顧問論是什麼 他都說 為什麼北韓的比南韓好吃 他解釋給我聽 第一 第一 用材料 他們用一些喬蜜 漂亮的喬蜜 來做原材料 搓那個粉 然後 他們不是用水 來搓那個粉 是用牛骨湯 來搓那個粉 很厲害 這是秘笈 是的 他給我看 揉了一鍋 大鍋的牛骨湯 就披在粉裡 去做麵團 然後炸出來 他不介意 爆了這個秘笈 很害怕 可能是早 很久 香港買不到他的牛 對 試試 DIY的試試 也挺過癮 有得玩的 也有趣 有的 很悶的 不知看什麼 因為現在 開始拓展兩業 變得多了這一類的東西 這些可能是一般 我剛才說的 一般的旅行團 未必會去 第一 人數多 你的廚房怎麼放30人 20人 沒可能的事 這些一定是少了 才能做到 第二 因為收費也不便宜 你DIY設置 他教你做 然後吃完 也在說200元一個人 如果一般旅行團 怎麼能付出 另外 很 unexpected 我吃了一餐很好吃的 鐵品燒 對 在那間叫柳京 我沒有叫柳京館的地方 是 金正恩 帶他的NBA好友 樂文 去到這裡吃過 我慕名而去 試一下 不差 真的不差 他收費也不是便宜 600元港市一個人 但是相對地 他給予你的質素 你在香港可能要過千才能吃得到 即是他有龍蝦 又有太子 又有鮑魚 又有鮑魚